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陶红率领的十万曹军进攻 诸葛亮年威 不惧 大败曹军 随即向樊城方向撤退 刘北进入樊城不久 曹操的谋士刘也提出 让徐硕前去劝向刘北 徐硕不得已来到樊城 将曹军的最新动向告诉了刘北 并表态自己永远不会为曹操献上遗迹 同时也表达了对曹操害死母亲的悲愤之情 本文要介绍的三国成语 便是徐漱口中的暴恨中天 意味因父母去世而一辈子感到悲哄 限制因做错某事而后悔 一辈子或者某些事没有完成 但却死去了 以上介绍的是小说当中的情节 那么 这段情节与真实的历史有多大的差别呢 差别还真的不小 首先是小说中的这个新野之战 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按照三国志先主传记载 刘北与曹军在新野的确发生过一场战争 不过时间是在现地建安西年公元202年 刘北对付的并非是曹仁和曹红 而是夏侯敦 礼点和语气 此时的忠可量尚在龙中高握 并非加入刘北枕影 因此 也就不可能出现现技曝曹的故事 小说与历史的第二个不同之处 就是徐树母亲的结局 及徐树被迫加入曹桃集团的时间 按照小说的说法 徐母在徐树来到许昌后便悬梁自尽 而在真实的历史当中 徐母并非自尽 徐树被迫依附曹操也不是在这个时候 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 徐树离开刘北是在当阳一役中 当时曹纯统帅的虎抱齐 在当阳大败刘北 升起了刘北的两个女儿和徐树的母亲 徐树也因此被迫依附曹操 不过小说毕竟不是历史 三国演义作者所做的改动 并非不熟悉历史 而是有意为之的 站在文学作品的角度上 作者对徐母之死的描述尤为成功 显示出高超的功力 参考书籍 三国志 三国演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